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希腊的逻辑学 其中古希腊的逻辑学最为系统 因而在世界逻辑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最深 那么在这三个国家之中 我们首先来想中国 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民立 各诸侯国为了强国图治 广招贤士 由此产生一批古代思想家 他们提出了各种的论争 伦理 经济学说 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那么争辩之风 导致对争辩方法的研究 产生了先秦明辩之学 也就是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 而主要内容表现在 惠师 公孙荣 后期的墨家 荀子 韩非 等人的著述之中 他们这些学者呢 对明辩逻辑的产生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那么我们今天呢 想特别谈两个人两本著作 分别呢 是后期墨家的著作《墨经》 和荀子的证明篇 这两部著作 在逻辑史的贡献最为卓越 先秦的逻辑意识 集中于墨派的著作《墨辩》六篇中 梁启超开始对墨家的论理学 进行研究 他提出 墨经代世界最古名学书之一 其著作《墨子之论理学》 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 墨家的逻辑学 并且呢 在梁启超看来 论理学为一切学问之母 以后 无论做何种学问 总不要抛弃论理精神 那么 真的知识 自然 日日加深了 而1917年的胡适 对先秦明学史 开始了对中国 逻辑学史的系统梳理 对于逻辑 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 胡适则有着比较中肯的意见 他说 近代的中国哲学 和科学的发展 曾极大的受害于 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 那么我们就来想一想 墨金又为什么会在中国的逻辑史上 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我们来举一句话 墨金呢 有这样一句话 叫以明举地 以词书意 以说出故 在这一句话里边的明 相当于我们今天在逻辑学意义上的概念 而词则相当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命题 其中的说 则类似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推理 概念 命题 推理 这三个形式逻辑的基本要素 就是在这句话中被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这至少说明在我们人们的思维和论证过程之中 我们会这样讲 我们说概念是用来反映事物的 而命题是用来表达思想认识的 推理 则是用来推导事物的因果联系的 显然 这是对概念命题推理的本质 所做出最为精辟的说明 当然了 有一句话来涵盖对象 不足以来论证一门学科的立顶之地 墨经里面还有这样一句话 说 或为之牛 或为之非牛 是争彼业 是不惧当 不惧当 必或不当 也就是说呢 在一个命题之中 是牛 和是非牛 这两个论述 这两个判断 不可能同时成立 必然有一个是假的 这里面呢 实际上在阐述了 我们今天矛盾律的基本的思想 墨家尤其善于使用类比的推理 他关于明的分类思想 和划分原则 他关于 固 理 类 三物所构成的三物论事 这些非常丰富的思想 是我们中国逻辑史上 最光辉而又值得骄傲的一眼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一批 早期的学者 比如说呢 公元前二百多年 公孙龙所提出来的白马飞马说 为了来证明白马不是马 公孙龙呢 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论述 他说 求马 黄黑马皆可治 求白马 黄黑马不可治 古曰白马飞马 我们来把这一段话呢 来整理成三段论 黄马 黑马 是马 白马 白马 不是黄马和黑马 所以 白马 不是马 这个三段论里边呢 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信息 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推理之中 两个前提 都是真的 黄马 黑马 自然是马 而白马 自然也不是黄马和黑马 有意思的是呢 在前提为真的情况下 居然可以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 在我们后面讲的三段论的时候 会说呢 它呢 是一个无效的形式 而此外 公孙龙呢 还有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论述 比如说 狗飞犬 比如说 孤居未尝有目 再比如 火不热 聚不方 归不可以为原 以及 飞鸟之影 未尝动也 这些非常著名的逻辑论断 由于中国古代 比较完整的明辩学体系 在概念 秘题 推理 论证 这些思维形式和规律的方面呢 具有相当丰富 相当成系统化的思想和理论 使得中国自己创立的逻辑思想和理论 达到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高峰 由此呢 就和欧洲的形式逻辑 印度的英明逻辑 并称为世界三大传统逻辑 古印度 古希腊 他们的逻辑有运算公式 而中国的逻辑 则是以墨家为代表的 它是一个以矛盾统一为起点的辩证体系 从而形成了早期的辩证逻辑思想 这是中国 第二个国家呢 我们想简单的介绍的是印度 古代的印度 它的逻辑学呢 主要是正理论和英明学 古印度的这种学科呢 起源于公元一世纪左右盛行的辩论术 这一点呢 似乎和我们中国非常的相似 那么以婆罗门的正理论 和佛教的英明说为代表 其中呢 英明是佛家逻辑的专程 英指的是推理的依据 明是知识和智慧 英明就是古代印度 关于推理论证的学术 我们翻开漫长的历史长卷 在古印度能够代表 他们逻辑学思想的 有一系列的著作 我们呢 只是简单的举出两个 一本呢 是陈纳的英明正理门论 一本呢 是商杰罗主的英明入政理论 在这些著作中 作者们研究了推理和论证的方法 形成了古印度所特有的逻辑理论和体系 非常可惜的是呢 陈纳的作品多以失散 而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 关于陈纳的这些著作 大多数是源于我们藏传佛教的文本中 比如说呢 陈纳提出来了三支论识 那么在陈纳看来 每一个推理的形式都是由 中 阴 欲 这三部分组成 这里面所谓的中 相当于三段论的结论 而所谓阴 它类似于我们今天意义上 三段论的小前提 而里边的欲 则相当于三段论中的大前提 我们呢来看这样的一个推理的过程 首先 宗 结论说 此山有火 山上着火了 阴 有一个前提 说山上有烟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需要 把烟和火 这两件似乎并不相干的事情 来搭建起联系 才能构成推理 因此呢得出来了欲 有肯定的固域和否定的抑郁 所谓固域指呢 凡是有烟的地方一定有火 还举了个例子 比如说厨房 那么没有烟的地方呢 一定没有火 依然举个例子 比如说湖泊 那么在上面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三支论是 虽然呢和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三段论 是有所不同的 但是他们在推理的形式上 则是基本一致的 然而在历史的进程中 一方面 由于古代的中国和古代的印度 逻辑学都有所中断 因此呢没有进入到世界逻辑的主流 而另一方面 比如中国古代所推崇的通人之学 讲究融会贯通的学科体系 因此没有将逻辑学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分离出来 系统化 因此非常遗憾 无缘于逻辑学的诞生地之美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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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